早晨 今天是8月16日是我退縮的日子 趁自己最後一天在宿舍 就拍個Hostel Tour給大家看 我們留學生住的地方 其實是在一橋大學的 叫做小平國際Campus 其實平時會有人來上課 不過主要都是上體育課 或者是給一些運動校隊來練習 比較少上課程 通常進來就要展示學生證給補安看 但最近他們都不太檢查 這個建築其實不是一橋學生的建築 是一間叫做放送大學 即是那些學生是直接上網看這個 這間是放送大學 其實與一橋無關的 那這裡呢 全立其實都是櫻花樹來的 那我4月剛入宿的時候 在這裡就是粉紅色的一片 去到5月就開始下花散了 都很漂亮的 那這一邊呢 其實都是放送大學的圖書館 資料庫 那我一次都沒有去過 哈哈 那這一粒呢 就是我們的宿舍了 那我們的宿舍其實總共是有 好像5棟還是7棟的 ABC、NS 那我就是住最大那棟 A棟 現在看到的全立都是A棟 話說我前兩天踩單車 那天剛好打颱風呢 我就摸襯了 現在傷口都還有些未豪化 即是未放送到這個 潔招 那這邊呢 就是B洞 再走遠一點呢 其實就是體育館 還有足球場那些地方 那通常就是 學校體育的校隊 會過來練習 那我是完全不關事 就來到 超級美 大家出去看看花園 那遠方呢 就是泳池 這裡就是其他一棟的宿舍 都好幾棟 但其實我一次都沒有去 我想房應該都是差不多 那往這一邊走呢 其實就是 之前片中看過的 Office 那我跟外國人的朋友 通常晚上呢 就會在這裡 喝酒 然後呢 就會回來 回宿舍 回宿舍 那我們的宿舍呢 是用 那我們的宿舍呢 是用 鎖匙的 還有一個鈴鐺呢 是以防你 不見 但是超級 吵 那便搭電梯啦 但其實呢 其實呢 我是住一樓的 收一順先 那其實一來就是 我的門口啦 那有個好處就是 地震呢 可以立即去地拿 就不用坐電梯或者走路 對 這裡也是 那看看 那是在巡邏 正好 那麼一進來 就會看到 就是 共用的空間 panda 像廚房一樣 這些東西都是用自己準備的 這裡有兩間房間 這邊有四間房 洗澡房 還有洗面盤 這裡是洗澡房 這裡是洗衣服的地方 超級髒 洗澡房 洗澡房 會熱 洗澡房 就是住這一間 中文大學 超級烈 燒了 左邊有個小櫃 有個小雪櫃 也不算小的 這個是大過和聲雪櫃的 雪櫃 這邊有衣櫃 收納櫃 又不是鏡子 補充我今天穿的衣服 其實是和我入宿 來日本來這間宿舍的時候 穿的一模一樣的衣服和褲 有點儀式感 首尾褲型 衣櫃 然後書桌 不好意思 是收拾東西 所以很冷暖 還有一堆櫃 是超級地方放收納的 床 是非常厚的 我想說中文大學的宿舍 可以有些設備 就是 我看舊書院那些 全部都是一塊東西 就算 這裡就是窗簾 窗簾是別人借給我的 本身只有這塊東西 你看到其實是透露出去 特別是住一樓 那些人沒有過 其實是會 好像動物園一樣 看到箱裡有人放來放去 所以有窗簾 住一樓住 有窗簾 是一件必備的事 但通常 我會這樣 關閉 然後睡覺 因為這邊其實是向東邊 所以 變相早起床 會有個 日光 射下來 天然的鬧鐘 這裏就是個小的櫃簾 通常都不會出去 因為都有點骯髒 我想是地震的時候才會逃走 而這裏見到 剛才走過的一勒 驚花鼠 我是剛剛到的時候 是超級震撼的 因為 你現在想像一下 這條綠色一片 我剛剛入宿的時候 就是粉紅色的一片 一開門 就會看到這個景是非常棒的 我覺得 當然 住高的 看不到的景色 都有不同 但是 住低其實都 必有一番風味 你想想 在香港 哪有機會住到 一樓 但是不骯髒不吵 最後用我書桌 這裡做收尾 班上 日盐 這個 這個呢 其實能不能出街 這個 期待下年 帶子其實都收得七七八八 但是還有兩箱東西 是要拿去郵局 預先寄給家 是的 那我是今天下午五點 離開了 所以 現在都好像是一點 所以 還有 大把時間 那所以 是的 加油